你好 欢迎收看1月2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县长徐政卫还有立委福昆奇在今年的大年初一跟初三初四 特别前往各地区公庙发放县政府今年限量兔来运转负担 县长徐政卫更是呼吁民众在低温特报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保暖 2023年的过年长达十天之久 不过县长徐政卫以及立委福昆奇特地在初一以及初三初四 前往各地区的公庙来发放县政府今年限量兔来运转的福袋 可以领取福袋作为新年的豪彩头 今年的福袋跟我们的春眠是一组 里面有三只兔子兔来运转红兔炸大展 而且因为里面是三只兔子里面是一个人的 人写的是一个人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祝福大家今年运转非常的顺利 而且这个运势高涨 新年走春不少人到庙宇参乡祈福 许多民众不畏横流一早就来排队 徐政卫富昆奇也亲切地跟民众问候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并且也叮咛大家要注意保暖 适时的添加保暖义务 年假倒数了 花联各地区还有不少活动可以参加游玩 许正卫表示寒流笼罩台湾 外出民众要多加留意气候了 也欢迎民众来西家带卷 游花莲上花海逛灯会 天好运 记者高双双 玉璃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到